大家好,我是国欣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新干的英语》 我选的是《新干的英语》第三册 为什么选这一册呢 是因为我前两天在YouTube上看到了老胡 推荐说学习《新干的英语》第三册 你如果把它全都背完的话 会改变你的人生 所以我就想试一下 然后就从网上买了一下 然后的话4月1号正式开始 4月1号刚好是愚人节 现在是4月6号刚好放假 然后我已经把前四课已经背完了 总体的话做了一个小的规划 就是第一个月的话 也就是到5月1号的话 就把前20节背完了 然后的话5月1号到7月1号的话 把后20节再背完 到10月1号 总共再把后面的剩余的20节课全都背完 这是半年把这本书全都背完 然后剩余的半年的话是 我大概的话再做一个回复 全都熟化一下 也就是到明年的4月1号 我看一下背完这本书到底有一个什么效果 我所说的背完的话是第一个要背完 第二个的话还是从头到尾能够把课文全都默写出来 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 到时候看我个人会有一个什么转变 然后再说一下为什么选这本书 新干的英语这本书是全球很有名的英语教材 但是我们国内的话一直推广的不是很多 你比方说我吧 我是高中大学都学过英语 但是高中时英语的话成绩是很差的 原来150分只能考80分左右 后来呢高三的时候背了几篇课文 然后英语高考的时候150分考到了120分 虽然不是很高的分数 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 因为我是做摄影的嘛 然后就是对于这一块英语的话 就没有怎么很用心的 然后就荒废了 但是看到那个老胡推荐之后 我就想一想拿一年把这个东西试一下 刚好这个新干的英语 他这个介绍的封面 第一页介绍的就是说 第三册的话 它的词汇量其实已经达到了 雅思6.5分的一个词汇量 是非常高的一个词汇量 4500左右的词汇量嘛 所以我非常想试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目标 如果这一本书背完之后 我准备在背第四册 或者到时候的话 报告一下雅思试一下 好今天的视频呢就先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